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身边请你Vincent聊天 Vincent 你好 今天请你来讲一些固定收益相关的投资策略 为什么呢 我想大家都看到最近美国债券被抛售 大家都很担心美债息一路抽上去 会不会扰动到其他环球的资产的关系 所以要问你 你觉得最近债息向上 究竟是一个短期的扰动 还是从长期趋势开始呢 我想说 投资者可能要关注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第一就是可能你现在说现在有个大选 可能做到一个短期的波动 第二 我也觉得投资者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现在的收益率其实也是 因为历史来说 尤其是这10至20年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其实都有给到一个某一定的marginal safety 给投资者的 第三 你也都说得出 现在是美国国债 其实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比较大的波动 其实投资者也可以比较环球性的去投资 不一定要去投资美国国债的 亦都应该去看看现在其他国家债券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投资者应该是要比较灵活性 亦都要比较环球性的去投资 那你觉得债息见了顶了吗 因为我见其权市场反映着 可能还有得升 其实如果你现在看这幅图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十年 美国国债的利息 其实已经达到差不多4.25% 但是其实如果你看回这年的范围 其实都是去到差不多7月 可能刚刚就业市场有些弱的时候 这样的范围 如果我们再加上现在可能 美国公司现在投资项目在这儿延持着的 但是大选之后我们已经知道 谁是选了总统了 那可能公司的投资项目就开始动用 那他们就可能会带动了经济 其实再来一个上升 那就变成了可能会对美国的收益率 可能对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可能会持续的上升 所以其实这个是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要部署债券投资 或者固定收益投资的话 可能就未来几个月 是有些机会可以寻找一下 我之前也有些嘉宾来 讲过一下究竟是 这个相关的债券策略应该是怎样做 但是看到当联储局减息之前 最好就是买入时机 我们也看到 比如资金流的数据反映 其实没有停过 那些EPFR反映的fund flow 其实在债券或者固定收益市场 接下来就会持续的 我会经常留意到 上星期开始 至星期三 最新的数据稍为更放慢 可以可以来解释一下 究竟现在这个街道正在做什么呢 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份表格 可以显示到 这年以来 有大部分投资者 投入投资级的债券 為什麼要投入投資金的債券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今 今年的成績 其實已經有些落後 比較長期的債券 為什麼呢 第一 好像你剛剛說 美國聯儲局減息 其實歷史來說 其實就是變成一個對著Vision好的環境 但是 其實投資者需要注意的是 現在的收益率 可能比以前已經推測到 聯儲局減少了很多息 變成有一個倒掛的環境 可能你得到的回報率 可能跟以前不一樣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需要關注的是 現在的經濟市場繼續是良好 其實都是反映了 公司的業績其實都是良好的 變成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credit spread 都會繼續在收緊 這個我們可以稍後再深入一點說一下 credit spread 或者是息差 或者我們看yield 去選擇 還是怎樣 怎樣影響我們的回報 不過如果我看你給這個performance 就是看到 譬如investment grade 即是投資級的債券 其實今年以來流入資金量是最多的 超過600億美金 如果我沒有看錯這裏 高收益債 其實超過400億左右 新興市場那邊依然是相對落後 但是看過固定資料類別的回報 一些新興市場是相對較高的 即是高收益的今年回報都有超過8% 其實現在市場的資金是在追逐哪一類為主 還有有沒有一些轉換 阻去另一些類別 你可以看到 其實由4月份開始 其實都陸續有更多的投資者 投入高利息債券 蝦耀 我們覺得蝦耀 都是有一定的吸引 因為第一 成績可能是年績比較好 另一件事 其實投資者開始意會到 如果聯儲局在這裏減息的話 那變成載用資產 可能對高利息債券公司 其實是做出一個做好的環境 其實我們剛才都說了 其實現在的蝦耀 都比較收緊 所以其實市場已經在推測 其實這些公司已經會做好 所以其實已經是Pricing了 好 小心選擇 會不會分開尾水 不過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因素 就是究竟聯儲局的減息時間表 以及那個幅度究竟是怎樣 最近又真的 如你所說 美國的經濟數據相對是不錯 搞到大家現在由初頭說會硬著落 硬著落 跟著就軟著落 到現在有很多人猜是沒有落 GDP 其實你看到美國第二季 都依然有差不多3% 你的就業數字依然很好 消費信心又升上去 好像完全沒有問題 令到現在CME反映的Fat Watch 究竟聯儲局接下來減息是多少 11月就說減0.25% 12月可能都是減多0.25%的機率比較高 但是去到明年 那個減息的預期 比起早一兩個月 我見起碼跌了十幾個基點 其實你們現在怎樣去估計 因為直接是很影響我們的固定收益資產的部署 你可以看到其實在右手邊 其實這個金融狀態指數 其實聯儲局在減息 和股市也在做好的時候 其實看到這個狀態其實是良好的 看到其實是有放鬆政策 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看到下三個月 下六個月 其實數據應該是會有一定的上升 即是你說經濟數據會做得更好一點 對 經濟數據會比之前良好一點 現在可能最大的影響是一定有大選 即是影響我們現在的聯儲局預期的減息速度 但是如果你看到現在去到明年 對於今年 二年 二 二十二五年 其實減息都是去到三年 三年 五年 其實是接近聯儲局的推測 但是如果通膨其實會有一個上升的話 那變成在聯儲局 可能會減息 減股了總加慢 也可能會有一個停止和暫停的象徵 通脹今個星期我們在等PCE的數據 但很多人都說是非活動 在趨勢上我看到整體消費物價指導的CPI 因為最高9% 落到2.多% 但核心的部分可能是服務業比較貼近 所以令到它基本上都不太下跌 你們本身是遇到通脹會回來 還是會回來的很厲害 還是站在這些位置 我覺得現在市場在推測一個很大的機會 會有軟著陸的環境 但我個人覺得 其實軟著陸 可能市場在統計中 是在預測80% 90%的機會會有軟著陸 但如果你看歷史來說 其實軟著陸應該接近50%至60% 其實有很大的機會是不著陸 也有大機會是硬著陸 這些譬如說 比較風險債券 其實是沒有Pricing這個環境 可能我覺得之前說 你的息差其實是比較窄 其實投資者應該要求比較高的回報率 才可以投資這些資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因為之前大家覺得它會大手減息 從而覺得有衰退 所以我們配置在固定收益的市場 就很直播了 因為以前的歷史數據告訴我們 如果是在預測試第一口 之前買入 至少我擺一年 大部分債券的回報都是雙位數 即超過10% 現在的預期突然改變了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市場 例如大家會追回股票 寧願追回股票 都不寧願買債券 我覺得如果你在看債券和證券 其實證券今年做得很好 其實也有反映了經濟 其實現在都是良好狀態 另外我想說的是 如果你看今年 其實我們在說投資級債券 為何會做好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裡的相關性 其實已經變成負相關了 負數 你可以看到負相關 就變成你本身的國家 國債 其實現在是做到一個 分別的利益 即能夠幫你分散到風險 但是如果通脹率 是上升 譬如說上升過於3%的話 我們知道 之前有報告 可以顯示到 其實相關性可能會變成正相關 其實這就是可能是2022年的情況 其實這會比較值得投資者去注意 就像你所說 可能是高水平 現在是比較維持高位的 高的水平 我們覺得 其實這個高水平 其實可能現在是得到一個 可能是Tailwind effect 因為year-on-year 是得到一個Tailwind effect 但是其實可能陸續去到年尾 這個Tailwind effect就會消失 可能會造成一個比較大的風險 OK 講到風險 我想大家都關注著 特朗普是否大獲全盛 現在我看無論是賠率 以至是整體的民調 民調已經跟賀錦麗拉平 兩者都是48點多 賠率有些人說 特朗普上升了 但可能是有些成交欺梭 令到製造了一個錯誤的 特朗普會贏出的一個假象出來 但估無論是怎樣 特朗普交易就很盛行 現在那些人就說 我們如果特朗普贏 再加上共和黨 拿了兩院的話 其實是最不利債券的 美債息就會不斷升了 因為它擴張性財政政策 通脹又會回來 大幅減稅等等 還有中國的關稅等等 所以就不要拿美國債券 不要拿相關政權 那回報會差 你們怎樣回應 比如投資者會問你們這些大選上關的問題 我覺得大選是一個對投資者 比較短暫性的大風險 但是如果我們長遠一點來看的話 其實投資者需要去注意的是 其實就業率 就業市場好不好 其實失業率是否維持低位 以及通脹 通脹其實我覺得 第一是會受大選有少許影響 但是就算你是任何一個選擇贏的話 其實美國的財赤 都是維持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其實這個都會造成一個 對美國國際的不利 所以不關是否特朗普勝出 就會這件事惡化 其實兩個政府上台 其實都是會延續著那種 那種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那去年的財赤 美國就應該1.7萬億 我沒有記錯 今年的預計 辦公室預計 好像都超過1.8萬億 所以是不會停的 所以它怎樣都會是 令到美國的國債利率 很難回到一些低的水平 我覺得你可能要硬著陸 市場開始推測會要硬著陸的環境 可能10年債券才會突破 或者看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另外我想想說 投資者真的需要關注的 都是數據 其實數據應該是最要影響 聯儲局會不會減傾 加一個計劃 應該說是不會減傾 但是減傾的速度 這個其實應該最受投資者關注 如果在我們面對這麼多有些不明朗因素底下 其實在防守方面應該是怎樣做 過去一段日子大家就很… 那些叫做單細胞思考 因為將那些錢我們把貨幣泊進去MMF那裡 貨幣市場基金 收到4-5%的回報 我覺得這個優勢不錯 但是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固定收益的資產 是可以準備加回的 我看你列了很多給我們 但是我們通常說來講去 剛才你說的投資級別 或者是高息的 但是其實也有很多其他譬如一些證券化等等的產品 也提供到一些回報 你們現在是怎樣去分 哪一些是首選比較值得建議 我們覺得現在可能短期有一點風險 對投資者來說 其實投資者應該選擇比較高質素的債券 你也可以看到其實證券化的債券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樂觀的看法 另外我們也應該說一下 我們就算在這裡說到環球投資級別的企業債券 因為之前也說了一個息差其實是比較窄的 但是其實我們說息差環球性來說 其實美國企業級的債券是比較窄的 但是如果你看歐洲的話 其實歐洲的投資級債券的話 其實是挺有趣的 相對闊的 是 所以如果我們選投資級別的債券 我們選擇欧洲比美國好 我們是比較看好歐洲的投資級債券的 另外我也想說 其實高息債券裡面 我們也比較看好歐洲的高利息債券 因為我們覺得第一 雖然就算特朗普是真的選舉贏的話 可能對歐洲的經濟有少少不利 但是其實如果你看看它本身的公司的業績 其實應該都是會有一定的穩定性的 是會受影響 但是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還有現在市場已經是衡量了 已經是price 了它是有少少的負面影響 其實投資者是有得多一點的匯報的 你提過這個證券化的信貸 就是一些貸款相關的東西 例如如果大家有聽過 譬如是MBS、ABS那類的 就是將一些住宅或者商業項目 或者是卡洞那些這樣的貸款 也打包作一個有收益的工具 是 所以我們說現在證券化的債券 我們說哪些是比較樂觀一點 其實我們是覺得ABS 是你剛剛說的ABS 資產抵押症 是的 都是比較良好的 因為我們覺得現在 其實它的債券會比較低一點 現在可能短期內覺得 投資者應該是減少風險 可能得到比較高一點的息差的時候 才會再出圖子 其實選擇這些東西的時候 大家通常會去看 究竟我到最後的Q彈是多少 又或者我持有多少年 然後回報有多少 但是一些人說的債券 經常都會說 看息差 看資息率應該看些什麼 你剛才都說了很多關於息差的東西 可不可以解釋多一點 給大家一個101的教育 其實是怎樣影響著回報的 我覺得最重要 其實投資者需要注意的 就是總共的收益率 這個其實跟你的回報率 就是下幾年的回報率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相關 但是如果你要看 你要分開的 其實你看到收益率 有一大部分 其實是來自於所謂的core率 就是可能美國國債的收益 收益率是多少 就變成其實如果你投資 比如說投資級的債券的話 其實你最大的風險 其實都是來自於 你可能美國債券 美國國債 其實是會有什麼趨勢呢 好的 這個希望幫到大家 而說到信貸息差的方面 其實反映到是持續收窄的 就是各種不同類型的 一些固定收益的 即是 的benchmark 你都看到 其實那條curve 在下跌 那信貸息差 就是反映是 企業的收益率 和美國 和年期的 政府債券的收益率 那個比較 從而 如果信貸息差越高 相對於大家覺得風險是越大 譬如現在下跌 證明大家對於這個風險 相對小是比較有信心的 是 市場已經反映了 其實可能他們預測風險 是比較小的 另一方面 其實我應該是 可以上去之前的slide 可以講一講的 我說了 收益率 就是總共收益率 其實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的息差 其實是比較低的 但是其實收益率 如果你以往這10年來講 其實都是比較維持一個高的水平 那我都說了 其實你的總共回報率 其實都是 跟你的開頭的收益率 其實是有一個重大關係 那其實現在的收益率 其實都是可以作出一個 某一定的margin of safety 給投資者的 所以其實 我都是不建議 這個投資者 就是繼續維持在 就是MMF Money Market Funds 都應該是有一定的固定資產 而且如果我們是得到一個收益率的上升的話 其實投資者都可以決定一下 其實那個收益率 是不是他們想得到的理想回報 其實都是可以做到一個機會的 所以其實有短暫的市場波動 但亦都可能造成一個投資者的機會 好 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多不多人問區內市場 又或者新興市場相關的債券等等 因為最近焦點都是中港股票 我們出招舊經濟 很多內房企業無論債價還是股價 都一度升得很誇張 有沒有反映到有些投資者的胃口 有些錢回到新興市場的債券市場尋佈 其實我們在看第一張圖 其實已經看到資產有少許流出 新興市場是有少許流出的 現在仍未有一個流入的狀態 但是我想說新興市場 其實第一 如果長期來說 短期和長期 短期可能現在 譬如說你的大選 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尤其是如果特朗普贏的話 對美元可能會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亦都可能會對收益率會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那就可能變了對新興市場有一個負面影響 那麼新興市場 我覺得新興市場 如果是否值得投資者去注意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值得的 因為如果你長遠來看的話 其實它的收益率 其實是比發展市場 其實已經是比較高的 其實如果投資者 其實是可以沒有這個風險 也都可以長期持續的話 其實應該得到的收益率的回報 應該是高於發展國家的債券的 所以其實新興市場 我覺得最重要是哪幾樣東西呢 就是要看新興市場很大的 其實是要看哪幾個國家 其實是比較做好的 成熟區內一些 也都不是一定要是成熟區內 我覺得其實很多要看它的 它的價值有多高 另外也都要看它的央行 其實有沒有做到一個比較好的調教 可以控制通脹 另外也都要看它有沒有財赤 它的財赤有多大 其實我們選擇的那些國家 通常都會是財赤比較少 要是有一個調教的情況 也都是在看那些國家 哪些是可以 其實中央政府可以減息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亞洲市場 其實都有幾個國家 其實是陸續在這裡減息 比如我們在看韓國 泰國都在這裡減息 也都在這裡減息 還有他們其實的通脹率 其實都已經進入了目標範圍 其實央行是可以繼續減息的 其實我們都在這裡衡量 其實市場是price 了多少減息 還有陸續會有繼續減息的趨勢 這幾個國家都是一幾個例子 可能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 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些 不同類型的股定收益的類別種類 以及不同的市場的機遇 今天謝謝Vincent和我們聊了這麼久 下期節目時間差不多下次再見 拜拜